那接下來我要追蹤一件事情 本席一直認為說我們住宅法19條的第四款 第一項第四款跟第五款 是我們政府過去最少做的 第四款來購買建築物 不是接受捐贈 就是購買建築物或承租民間的住宅轉租 這個作為社會住宅其實是最快的 但是購買建築物 當然現在房價的水準這麼高的時候 有其困難 你要成立基金 也很難 但是承租的部分 承租也在處理 我現在就是要追蹤這件事 你們不是說旅館 旅館轉為社會住宅 1月1號上路嗎 那現在到底進行到哪裡 多少數量 你們協調多少數量的旅館 可以轉為社會住宅 目前已經有兩家是正式申請了 那有八家在撰寫計畫書 兩家多少房間 剩下八家有1200多戶 那現在都是在賺錢當中 還有二十幾家 現在都在洽巡東 為什麼這個不是非常非常積極 然後很快的可以實現 因為我們知道 旅館現在除了做防疫旅館以外 如果疫情結束以後 旅館的經營其實很困難 所以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我們希望加速好不好 目前就是只有兩家 我們來加速 因為我跟委員報告說 因為有一些旅館 他們可能是一個公司的組織 有股東好幾個 他們也要股東為大家同意等等 那我們現在來加速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弄一個專業的 team 我們弄一個專業的 team下去 趕快 好不好 這個在住宿通信在處理 要有很強的談判能力的人 接受捐贈其實我有在談 我不要講哪一家的公廟 他們有很多地 我說你就捐給國家 國家給你蓋 然後這個也可以得到 很好的一個社會服務 新建實在的 還是不如 這個第四款第五款 但是這個是最快的 存住這個最快的 所以現在是已經有兩家談好了 簽約了 太好了 你們趕快 你們趕快發布 也可以泡磚引玉 趕快發布 泡磚引玉 然後有八家在談 有二十幾家在觀望 在了解是不是 好 那如果這些二三十家 那我覺得 我覺得會很有幫助 然後會帶動 好不好 是是 趕快 好 謝謝委員